我们现在其实看到 是对于一个任何一个模型而言 数据的纯度和数据的规模是第一 OKS哥就是十万块钱买的 中两个一层上的这种意识 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想念一个单 但是被人看中的是原弹 我本来想要一个答案 就是它给了我一个答击 就是我们现在拔电线里 能解决一些问题 都还有什么叫害怕呢 欢迎来到持续集成 我们是一档专注于开源 和基础设施软件领域的播客栏目 如果说大家熟知的网站和应用 是信息海洋上的冰山 那我们希望通过邀请 基础软件领域的从业者 来一起聊聊更多冰山之下的 那些技术 产品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持续集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然后这一期我们是约到了 被试计算的CEO王晨翰 然后我们今天一起来聊 关于AI的话题 然后我先让陈汉来自我介绍一下 CICD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被试计算的创始人王陈汉 被试计算这公司比较知名的一个产品 叫OpenBase 不少搞积极学习的朋友 在调节参数或者使用GPU的时候 都会用到我们 很荣幸今天来到CICD的研究室 然后我们开始今天对AI相关 最新期发展一些讨论 好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小敏 大家好 我是这个节目的常客了 来了好几次 然后我来这次也是因为跟陈汉特别特别熟 我们在十年前就是同事 然后当年就在做一个类似于推荐系统 这么一个跟AI有点关系的 然后后来我就不做这个方向 但陈汉一直在做 我想知道这个AI的这个过程 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在里边体验的这有一线的体验 对我想来听一听聊一聊 其实还有个花絮 其实陈汉今天是第二次来我们这个播客 第一期播客被我们 主要是被我给弄丢了 这个太感谢 卡坏掉了 对卡坏掉 对然后 这变成了陈汉 其实我们第一期讲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希望这期那个状态也能讲出来 对假装没有讲 假装还是很新鲜的再重新来一遍 这次感冒刚刚痊愈 所以声音可能比较磁性 对的我们每一次的 假冰的声音都特别有磁性 是吧 我们请的嘉宾应该都是很有穿透力的 对这次换了新的设备 能更好地还原这个声音 对 其实提到AI 我觉得AI 大家都听过 但是我离大人最近的意思 应该就是去年年底 海外一家 Uber AI这家公司 出了一家加GPT的东西 大家跟他去聊 聊着聊聊好像他出的东西 远超我们预期 对的 然后这个东西 突然一下子让AI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就过去可能还在一些科研人员和工程师 联理去做这个事 但今天大众都看到了 然后一下子我记得他 很快就突破了1亿的注册用户 他那个增长速度比以前的那种社交网站的注册还要快 这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事 对 所以他那个产品 我记得是叫Chat GPT 对 然后Chat大家都懂 GPT这个概念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科普一下 想让程翰能不能跟我们讲讲GPT这个东西 GPT这个事情是 OpenAI最早当时这个提出来的 然后他的区英文全名其实是Generative Pre-Trade Transformer 意思是生成式的经过预训练的这么一个Transformer Transformer呢你可以把它变成变迹金刚解 变迹金刚 对 也可以当做变压器解 但实际上Transformer是一个神经网络里面的 我们叫做backbone 也就是一种结构的种类 所以这个东西是OpenAI发明的吗 Transformer最早是由Google这边提出的 Gephtin那边的论文 Gephtin是Google的机器学习的总经理 也被我们称之为程序员之神 今天就不在这儿过多的讲话了 可以在知乎或者其他 radi上搜索一下 有非常多的笑话 就是他可以用针在光盘上 用二进制写出一个Windows 是吗 自己用针刻吗 真的假的 Gephtin的笑话非常多 说Google当机的时候 都是他接在网线 不然回答问题 对 Gephtin组这边当时有这个论文 叫Attention is all your need 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 胡蕾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处理时序数据后面的一组 神经网络就有个片种 但是后续的这些年 我们会看到 的确is all your need 比如他可能要解决语言学问题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GPT 其实还有VIT 是解决视觉问题的 很可能Transformer 也就是他其中比较最主意 最主要的是一个叫Attention 注意力极致和注意窗口 那么这种模型结构 会解决掉绝大类型的这种 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死问题 从而将这些问题统一起来 比如说原来GPT 这个我们说到GPT 刚才只能说话 现在有了端到端的GPTV 就是说我们可以让他看图 然后能生成一些图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先看 这个绝大多数都是 Attention Transformer相关的这个功法 那么Print-Tread 就是经过预训练 经过预训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已经经过了大量的数据的训练 然后他用来生成 像前面的Generative 就是生成一些数据 也就是他训练是怎么样 就是让我们把大量的 纯文本类型的这样的数据 灌进去 然后让他来根据前置的输入 到底有哪些文字 来预测后一个字 或者后一个词 在训练的过程中 一个字或者一个词 或者一个词根 被称之为Token 来预测下一个Token的出现 比如说我今天见到小敏 小敏跟我说 陈汉你好好久不见 那我就根据小敏 跟我的这个输入 你好好久不见 以小敏那张脸 小敏来哥们咱们抱一个 对吧 他可能会预测说 你好之后 就很可能会接好久不见 对 他就是在学习这件事情 就是某句话 就是某个Token 他后面能够出现什么Token 对 是的 包括我们在对话里面 包括在文本生成 在代码生成里面 它的所有的技术原理 逻辑原理都会一样 根据你的输入的一个问句 或者一个指令 其实理论上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它有意识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大脑的意识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也并没有发明出一个能诞生意识的网络来 那么它的情况就是我去预测下一个Token 就是这么简单 它基于统计学的原理 学习了大量的数据 进行了大量的这种print train 然后generalty我刚才解了 它其实就是生成下一个字 所以我们用Chad GPT的时候 它是一点点都能返回的 其实它真实的过程也是一点点的生成的 是的 就是按这个顺序来生成的 是的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笨 看下一个字的概率哪个高就出哪个 是的 60%的概率是这个字 70%的概率是那个字 然后就一个一个往上出 而且它这个注意力机制呢 它也是根据你比如说我前面的多少个字 所以你看到这个模型它会有一个上下门窗口 比如说有的模型这个虽然小一点 它的上下门能力很长 GPT其实也在说 比如我的上下门能力是8000个Token 前不久刚刚剩下了128K 所以就是说128000字 用个输入进来 就用你输入进来半本书 你就好像有人去做这个实验 我还给我三体放进去 然后问它 时间出现多少次 然后可以回答出来 它这个准确的不是概率性的事件吗 对那我也是概率性的事件 我看一本书你问我 我看一遍 没真书 有道理 对吧 有道理 你不能说人 人模 而且我们要求一个东西越精确 其实这就是我们公司叫 倍试计算的原因 其实这个统计学里面 都是基于概率 对吧 然后我们和他其实发现说 我们想让一个机器去 针对一个机器去编程 那么他其实要求到100%的精确 通常会让他失去一些弹性 比如说唐小敏 他给我一张照片 针对他建立一个人脸识别的程序 那如果我去写这个程序 唐小敏 带眼镜 白皮肤 很帅 头发短短的 明天突然 过两年 他扎了一个辫子 这个程序就不认识他 他缺乏了那种弹性 而一旦你想要一些 一些这种 比方你扎脸镜也能认识 那么他一定是基于概率 基于这些像素的时间 这些相关联的特征 所抽取出的这样一个 函数的一个区间 来去认知这个东西的一些特征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一代的人物智能 也就是之前有更加系统 在这下有机器控制 这些逻辑是规则上的 别加值图谱相关的事情 在这一代人物智能 基本上大家都是统计学的 从2016年开始 搞维棋 搞维棋的时候 是使用了一个 贝叶斯方法 去决策一个resnet 叫层次神经网络的参数 来决定维棋这件事 那么贝叶斯方法 统计学 resnet脱胎于卷积 然后整个号的神经网络 也隶属于统计学 对 提到这个维棋 其实还是印象挺深的 我记得 那时候 我打死也不相信 李世识会输 但是后来 李世识也不相信 对 后来可能大家觉得 李世识居然能隐一句 李世识去的时候 就是因为当时 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 定断过业余思算 然后那个 李世识去的时候 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 非常谦虚的时候 我觉得他也许可以有一句 说的是 Alpha Go 当时是AlphaGo Lee 还是Alpha Lee 就是李世识 那个版本叫Lee 就是LE 就是他的姓 然后那个 当时说 因为当时下赢了欧洲的维棋 这个模型 在去挑战李世识之前 和欧洲的这个维棋冠军 但是你知道 欧洲的维棋冠军 那就等于北京是 就是北京 中国足球 跟欧洲足球的区别是吗 有这么大吗 中国足球和欧洲足球的 差别还大一点 基本上相当于 那个 如果欧洲维棋冠军 可能相当于 核文官的维棋冠军 差不多这样一个情况 好吧 那的确差不多 那后来等于说 李世识当时 就是至少 还是比较谦逊的 就是说到 他至少 他认为比较谦逊 但是我觉得 也许这个 AIM能赢一局 这个Alpha会赢一局 但是最后 他自己是赢了一局 其实还挺悲壮的 我觉得其实柯杰 那一局很悲壮 就是其实我 从齐力上感受 如果Alpha李 直接跟柯杰下的话 不一定下得过是吗 不能说不一定下得过吧 就是柯杰 后来的表现上 从上各方面看 柯杰有三盘的概率表现 但是后面再来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机会 对 因为我小时候 受印象比较大的一部片子 叫《奇魂》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就是那动漫 特别好看 就那个神之一首 尤其是那个Alpha Go 下出那一首 人类根本没法理解那一首 就感觉像 左维在下那部棋 是 是的 那意思 86首吧 但是一般 但是这个其实 就从前来说 这事就不重要了 是的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 如果从媒体的角度来看 就是他推破了很多 人类经验 人类基于经验的总结 那些定势对吧 对 但是那些基于经验的总结 也是基于概率上 就经常会有一个天才 比如说 我比较推崇了吴清源的前辈 他下三三星天元 就是那个时候 我在我家下那部棋的时候 我爸会问 你这是跟谁学 谁教给你 头三首就下边缘的 但是后来会发现 这个 这一首是 是就是至少叫中国流的 起点 对 这个是一个一个 很特殊的一部棋 但是定时这件事 就是很多年 天才去 发明 然后基于统计 阶段概率 大家不断 知道它如何使用 只是它是在一个 人类的群体智慧 瞎不断眼睛 而机器是在大量的 欺负中去 搜索这个特别 对 我记得那时候 阿富购也是Google搞的嘛 也是DeepMind 这家公司搞的 然后现在 XGBT里边的首席科学家 就是前一阵子 他们搞政变的 那个焦点人物 他其实之前 也是在DeepMind DeepMind 就是也算是 就是我前不久 也是刚听了另外一位 就是说DeepMind 几位早期的人物 就是有一些是 心顿的弟子 但如果我们去 是的 到现在聊的话 这个流派就 是的 对 对 我主要想 想了解的是 我知道那时候Google 其实很早就投身AI了 刚才 程翰也聊到了 Transformer这个模型 其实是Google提出来 但是今天却是 XGBT把它发扬光大了 就是 OpenAI现在用的 每一件关键武器 几乎都是从顾客家 逃出来的 不知道 但是 Moe什么的 都是这帮老爷子们干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DeepMind 做的 AlphaGo跟今天的 GBT之间差别有吗 它应该不是全封的模型吧 对吧 但是它当时提到了 它是使用这个RestNight RestNight最早提出 我没记错的话 就基本上是咱们国家的 这个 就是有矿世的创始人孙健 然后有这个Moement 抱歉 如果这个有说的 不是那么精确的地方 因为全民在回忆的做 就是这个 有Moementa的 几位前辈 矿世的几位前辈 当时都是清华出身的 然后都是咱们华人 提出的这个RestNight 所以当年可能只是 把所有的棋谱人进去 然后今天GBT 可能FORM要生成 是扔了大量大量的语料进去 是 然后我记得当时 OpenAI训GBT的时候 是有披露过他们的 语料规模和种类的 然后其实让我比较惊讶的是 反而不是这个语料的规模 而且后续他们就不再 持续的披露了 有说这个GP4 是选了350个TB的文本 就是350T的TB的级别的语料 而且是文本 它的Token级别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当时我记得 GP3公布它的数据的时候 我有两点惊讶的东西 一点是 一点是它的中文 其实非常少 只占了不到百分之一 但它的中文能力非常强 是的 就是说它能够和很多语言对话 它这个训练不同语言的 有通用的地方吗 或者说我训练英文的话 对中文这边会有帮助吗 理论上不会有 但实际上 对 因为刚才说的 我们就是基于Token去预测 中文跟英文的顺序也不一样 语法结构上也是不一样的 好像只能是每个语言都是独立的 这就是在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参数结构下面 比如说GP3.5 GP3.5的参数规模是1760亿 然后它训练的数据是多少个Bitin的Token 他们大概用了这个数百TB的数据和千亿规模的这么一个参数结构去训练这个模型 然后后来就后续就会说一件事叫涌线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基于纯统力学而言 那就是训练英文对中文是没有任何意义 并且其实这个Token一个比较专业点 就是在我们训练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需要给这个模型定一个词表 这个词表就是其实搞输入法和搞所所的 或者搞分词的 大家可能不太陌生 我自己做原权 然后这个你做这个分词其实是为了 就是刚才我提到Token Token其实是一个代程 它不是字也不是词 比如说这个knowledge 可能know是一个词 是一个Token lead作为一个词根 也是一个Token 也是一个Token 然后比如中文成语里面车摔马龙 如果你把它放到词边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Token 但如果你没把它放到词 就是你把你这个模型设置的中文词边的话 车水马龙是四个方法 但如果你没有中文词边 比如说这个比较流行的一些 这个大语言模型 像可能大家了解这个行业的 还知道一个meta发布的Lama 那么Lama就没有中文词边 那么Lama没有中文词边的话 它会把中文汉字 它在语料里看到中文汉字的时候 它会把一个字当作三个UTF8的编码来理解 所以车水马龙在这就变成了12个Token 然后它去预测下一个Token的时候 就会预测比如说中文字 它就会预测三个UTF8编码 所以它其实并不知道里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Lama它支持中文 但是它在训练的时候 它就没有做过词表 就是等于说没有专门 他们没有做中文词表 没有去对中文做过好的语言 由于这个GPT并没有开放它最大的 就GPT3的 就是TatGPT是基于GPT3的这个基座 所得来的对话模型 那么这个基座模型没有真正的开源 就至少这个千亿能有真正的开源 所以大家并不知道它的词表是不是有的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 理论上这个语料而言 那它就是英文能力很接触 中文比较稀 对吧 但是我其实发现 它比那些小一点规模的训练的语料 比它就是中文语料 比它多的模型表现还好 所以这种现象 我们是没办法去解释 就我既没有去给你说的中文词表 也没有故意的给你大量的中文语言 但是你的中文表现非常不错 对吧 那么我们只能理解为它基于大规模的这样的参数和模型 也就是大语言模型 现在很流行这个词叫大模型 也就是大模型这件事的大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意义 也就是说很可能从概率上面 这个模型抽象出了一些语意级别的 从这个简单的推论下一个词是什么 从更宏观的一个理议上 它理解了什么是语意 然后经过这个语意 在学习这个 就在训练中文语料中 它又获得了中文语法的一些知识 所以它能够将这些意义 通过中文的表达形式表达出来 对说起来像XXVD它也可以做翻译 是 而且它的翻译准确率 就几乎已经把传统高翻译的给 但是它做翻译的这个技术路线跟传统翻译是完全不同的 是 对我们之前市场在做一些内容的时候还用Gramary去做一些语法的检测啊 或者甚至还做翻译用什么DPL对吧 还有那个Google Translator 之前最好的我们自己认识DPL 那时间是德国搞翻译的东西搞了很多年了 是的 但是我们把结果对比GPT的还是GPT翻译的会更好 GPT是怎么学会翻译这件事情的呢 没有学会 就是我们会会就是今天我们应该理解一下其实任何就是它是AI 然后我们的确也觉得我们因为就是人类因为搞出了AGI这样的技术 离这 离搞出大模型这样的东西离AGI更近了一步 甚至我们可能已经卖过卖出了那一步 但它所谓的学会了什么只是我们人类的意向性的 是给它赋予了意义对吧 对就是就像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闺女在课上学了一个小学 它就真的学会了 就是所以你从这件事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它仍然在预测下一个字 就仍然是预测下一个头款 所以它并没有学会 但是这个工具的确有效的产掉了非常多的过去我们人类的NLP工程师所做的事情 那就是说我看到一段英文 我会预测它接下来那个对应中文字要怎么出现 这个是它要特殊去训练吧 就是等于说我训练OpenAI 然后也是有个课程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翻译 明天我搞点翻译的语料学习一下 明天我们学习一下编程 我搞点编程语料训练一下 它是这样干的吗 有分科目吗 首先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去解释这个就是拆了GPT的调制过程 就是我们假设把它当过一座老汤来写的话 搞这件事首先你要翻译GPU 对吧 那么OpenAI的官网其实披露过两篇文章 一篇文章是如何去启动两万五千个Node 另外一个是如何去启动七万五千个Node 在一个叫Kubernetes的集群上 所以这意味着他们可能至少有七万五千个Node 对七万五千天GPU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写吧 对对 然后有可能是七万五千台这个 对 然后这个第一你需要大量的计算能力 然后在这个计算能力之上你需要一套软件站 来更好的调度这套集群系统 对吧 AKA他需要一套OpenAI 然后再向上的话他需要一个调制好的这样的一个backbone 并且把流水更新或者数据运动的多种 将来多种更新方式 来让这些节点能统一的进行这个一个超大曲折和概率的计算 在此之前他要把数据准备好 然后就开始搞 这一步叫做Pretrain 预训练 然后预训练出这个模型来呢 的确如我所说这个时候他不会对话 也不会去干净和事情 只是你给他钳制的 他也不会回答你 只是你给他钳制多样子 他就给你预设下多样子 那么这就是刚才提到 我提到就是我看那个GPS story的时候有两个印象比较深的东西 那第二个印象比较深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所消耗的资源无所庞大 以至于OpenAI的论文里面当时提到一句话说我们发现这里面我们有一个错误一个bug 但我们有钱再搞一遍 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先Pretrain的 在Pretrain的后续 也就是Pretrain的这部分如果没有记错时间的话 他们其实是在2021年就年初吧就完成了 它是2020年的 就是差不多就咱们在疫情里正正俩的朋友们去搞定的那件事情 但是距离Chat的这笔题这又过了十几个月才有了一个能够回答人类问题 和人进行对话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去控制一些外部的外设设计 比如说由于GP的产生这个聚深智能也产生火了 那它能生成一些代码 那这个代码如果能实时的控制一个机械臂 那等于你就给机械臂拍了一脑子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中间大概离一个能够去 一个能够去生成下一个字的一个模型和一个能完整的回答人类对话的模型 应该还差了什么 差了我们叫做Findtune指令微调这一部分 也就是我们人类在后续又给它换出了非常多的格式化的指令 就是当人类大板问你今天晚上我想吃水煮肉这套胎子怎么做 你要把财谱给我交给他大量的这种指令 这种指令就是格式化的叫做SFT或者PPO 有一些就是后来比较流行的这种概念 就是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IJF 对 是的 就是用人类去标记它说一说这文本的结果 让它来调优色的回答 总之这个时候就是去guide它的表达格式 guide它的表达格式里面就有这个 说如何与人类进行多伦对话 如何帮人类生成代码 如何帮人类续写他们的小说 对吧 如何去安慰一个人 如何去规避敏感的问题 比如说如何制造毒品 就是这样相关的 什么问题是你能回答 什么问题是你不能回答的 这些东西被按照一定的格式整理成一条条一行行的指令 然后再去进行第二边的训练 所以这真的是有分能别类的科目去让他去上课学这个东西 好的 good question 的确是这样 但是也有大量的能力没有被训练过 在经过这样的调试之后出现了 对吧 比如说这个 这也就是说我们说人类的这种affility到底是大类还是小类 比如说我们去搞基础能力的时候 你可能像我们的孩子去读原课 你有写作文 记日记 理解文章 概括东西的语义思想 这些能力我们认为你是基础能力 然后有垂直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生成财务报表 对吧 这个帮助人类写一些这个代码 代码里面还有渣吧 对吧 然后如何去构建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一个时序数据库 如果去 对 是 然后还有就是如何去写一段前端代码 那这是有分门别类不同的东西的 但实际上呢 并不是说人类也不太可能把我的所有的能力都干 就是列举人类拥有的所有能力 全人类拥有的所有能力 这几乎本来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当通过这个一二百种种类的这种制定调制之后 这个模型能干的事情 也超出了这一二百种 不是你将他这一二百种 他就只能干那一二百种 真的会举一闪三 对 是的 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出 想象是我们的人类去调制了他的 我们可以想象他的能力上面是一个类似于圆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圆心 然后不同的能力发散向四周 那么我们只是把这其中的每一个半径都画了出来 在不同方向上有不同的半径 那么这些半径就是比如说我们调了一百多个能力 那这一百个能力 半径和半径之间的东西是我没有调制的 但它自然而然也被衍生出来 还挺形象的 听上去到后来就自生长了 对 这个涌现的一个很关键的核心点 在我们自己的模型构建中 那贝士其实自己也构建了一个前几个毛左右的这个基座模型 然后在我们的自己的概念中 一个模型如何去拥有这样很好的涌现能力 有最好的逻辑推力能力 其中最关键的是你到底在初始的训练预料里 用了多少代码数据 一个可见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 如果是LAMA还是GBT的话 他们那一篇论文是披露过这件事 就是你再去 因为它是个统计训练预论 其实它无论如何 其实都是去统计下一个字发生的概率 那么你把这个预料换进去的时候 其实预料是有被pass过不同的传统 比如说代码预料 在OpenAI还是Meta传统的训练过程中 他们就把它赋予了最高传统 过了四遍 然后相关的很多知识类的数据 知识类的相关的数据是过了两遍 然后大量的网页数据是过了一遍 你可以认为说代码本身是很严谨 很有逻辑性的 质量高的 对 然后知识上的话 它可能在表述上有些差别 它比较可靠 网页基本都是不要乱到的 对 从科幻小说的角度想讲 代码也是计算机的语言 是的 我们在说英语 英语 法语 中文的那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我们应该把代码单独列出来 这是他们自己的语言 这是轨迹语言 是一种比较浪漫的说法 刚才听陈翰讲 如果我要让一个GPT跑起来 似乎有好多事儿 一个是 我需要有很多的训练数据 人进去 第二是呢 我要通过GPU集群 去把这个训练数据 给训练出一个Model来 一个模型来 对 然后我看到 有了解到 现在有讲 比如说 有些模型是什么7个B 有些模型是30个B 这个讲的就是模型的参数大小吧 对 我们可以列表说 就是参数越多 他越聪明 对 他能理解问题更细致 是吧 对这个参数的概念 就是我全数的这个模型 是不是背后还是神经网络 是的 其实他仍然有这个 类似于神经网节点这样的 就是像卷积神经网络 这样的一个 类似的概念 就包括说 你一个好好的模型 再去推理的时候 你也是需要去调节的一些 比如说类似于 和寒数和采样率的 这样的一些概念 所以其实经典有的都有 但是 大家可能第一 这个 我们说语言腐败嘛 就是大家得找一个数最大的来聊 最大的开始聊他的参数规模 其次一个就是说 的确参数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点 而且 刚才我们提到了说 这个参数是不是越大 他的能力就越强 那么 这件事呢 两种观点吧 一种就是说 呃 我之前听说一个用户 我不能披露他的名字 然后说 他跟我提到说 这个物理科学啊 就是主要看规模 你看我们在地球上研究可控核变 很难很困难 看看宇宙里那个太阳 很可控啊 没炸对不对 多少多少一年了 就是规模 其实很说明问题 草履虫的120 有120个神经元 我们的大大有30亿 对吧 那我们每个神经元上 带有一点参数 可能比如说 我这个神经元上有多少个基础的神经 有多少个神经的细胞 有多少个突出 与其他突出相连的这个数量是大是多是少 然后我突出传递电信号的效率 可能也有这样的财数所存在 然后 但是 那么第一呢 我们可能看到参数规模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 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假设我们把它代表成一种对知识的压缩 对吧 那么参数规模越大的东西 它的编码的损失就越小 嗯 那么当然同样的 那你的数据规模也有 我们现在其实看到 对于一个任何一个模型而言 数据的纯度和数据的规模是第一 第一级别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级别才是那个模型参数 嗯 我也这样理解就是 我们把知识这个抽象的东西 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具象化的 这个参数规模就意味着 我们拿一个神奇的相机去拍摄这个知识 它的分辨率更高 没错 是吧 没错 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你的你的图片就本身有 有有损压缩 有损压缩和像素点反应是一样的 就是就是参数越多的话 我们越能更清晰的去描述这个知识 更好的去所谓的理解跟应用它 那这有没有一个上限 就我们参数规模到了某个程度 好像就不会很明显的变得再聪明了 因为好像已经足够聪明 足够去解释所有的事情了 学科比较新 所以呢 这个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所缘结果 甚至由于我们不理解智能是怎么来的 我们这个搞出这套统极学也 不是很这个 时间也不是很久 所以缺乏这样的理论上的支撑 但是从经验科学去看围棋一样 从经验科学的角度讲 这个数据一般来说是20倍 OK 也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上讲 1Billion的参数对应20个Billion的token 你说20Billion token 就是20Billion token的训练数据机 就是在这个数据机拥有一个20个Billion token 嗯 这种也就是说这两个匹配是最合适的 呃 其实多了少了都差不多 就是这是一个经验经验的 那那其实 刚才德福有一个问题是说 我现在参数是一个Billion 那我参数也有呃 你看那那个拉玛最初是7个Billion 呃 如果说我们无限的往他放大 首先第一这个GPT在线上的这个版本 其实是不转带别代的 嗯 最早上线的时候这个披露是1700 1750还是1760 那么前不久微软披露了一个论文 说明他现在线上的 线上的这个3.5已经被蒸留到大概20Billion大小 OK 这是GPT3.5 而GPT4刚开始上线的时候呢 大概率是一个由8个220Billion 有2200亿参数模型混合成的一个系统 它是有8个 就是你问一个问题 8个模型在后面打分 但单个模型其实是220个Billion左右 对 当时是这么说的 但这8个模型有不同的侧重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OpenAI从来没有公开披露过 GPT3以后的技术路线 只知道就是MOE这些事 就是我们理解可能是一个人 可能后面就是做了8个客代表 对 大家投票 谁会就是谁来答对吧 嗯 也有可能是每一个字都8个人投了一个票 但是具体的记录性 全重是多少也不知道 对 从来没有被披露 那肯定是有路由 对吧 肯定有路由模型 肯定有这个评分基准 肯定有不同模型 有不同权重 但具体的细节从来没有被披露过 后续又有一段时间传出来 它是 它又变成了16个110 1100的 哦 对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就第一次Turbo一定小于这种功能 对 其实我的感觉感受是我用3.5 一开始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感觉哇 这个东西就已经超出我的认知了 嗯 我觉得太好用了 但是当我用完4之后 我就觉得3.5真是个垃圾 就没法再回到3.5 就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就除了4贵一点 嗯 所以所以 贵一点不是他的问题 对 但 但可能刚才德夫 德夫 我觉得他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 其实我们要从3.5到4 要付出的成本 要远大于 可能从3到3.5这样一个跨越吧 哦 对 是 就是其实 但是我自己觉得工程上的事情 就是说成本是一件事 你得知道是怎么干的 才是另一件事 嗯 就说第一个做出来 并且让第二个人知道了 这才是一个最大的事 就是说第二个人只要知道了 就是 那就大家一起来降成本了是吧 嗯 就是我只要付出这个成本 它的代价值不值得 嗯 对吧 那现在就说白了 就是你让我出40倍以上的成本 我能够做出这一次 那 这个成本看起来是值得花的 但是 那这件事可以 可以预测的吧 我们现在 至少目前还没有 呃 我觉得现在目前的情况是 我们的确中文领域的 就中国的弄模型 是有机会去逼近 甚至超越这一次的 至少现在 苗头已经出现了 尽管此时此刻 还没有能够达到它 我们可能也在注意说 呃 此时此刻美国现在 也还没有 有家Google 这家公司 昨天好像发布了一个 对 这刚好我们 赶上今天录 上午录还聊 是啊 对 这个 这个事情呢 我自己觉得说 半二的当时已经说过超越一次 嗯 对吧 那 现在拿出了他们在一些基准测试上的评分 嗯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trick的东西是 嗯 Google可是世界最大的搜索引擎 所以他的搜索引擎 和数据里一定已经有一些评分的答案了 OK 嗯 所以评测是评测 你得拿出来让我们用一用 是不是 就是什么东西评测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高考状元 但是 就是你把我弄到社会里面面临各种各样的事 比如说你让我去肉案子上卖肉 那我可能学的比较快 但是未必我真的能卖过一个 九九年在卖肉的大 大年 他可以去 他自己达了一套模拟题 也达了 他达得不然很高 不一定 是真的 还得show me the code 是吧 我们即使说 即使说Google可能说有机会去超过的一次呢 也只有Google一件 没错 对吧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美国 我们可以看到能提出名字的 有四个基础 有四个比较基础的模型了 有两个是由OpenAI贡献的 一个是谷歌贡献的 另一个是Cloud 就是Anthropic这家公司贡献的 这个公司我记得创始人也是OpenAI出去的 对没错 所以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在中国呢大概 我们所谓的千模大战 但实际上 能贡献千亿模型以上的公司 也只有十家 多一点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这个领域的限制 而且中美就已经是这个领域最大的玩家了 除了中美之外的国家 能够贡献大规模参数的 目前只有沙克和大国 这个还是会受到硬件的限制 还是更多受到软件能力的限制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限制吧 首先你得有国力很难想象肯尼亚 可能肯尼亚人参与了RHF 所以不太方便 很难想象一些饭都吃不着的国家 然后说我们去 非洲好多地儿没通电呢 对吧 潘比亚斯坦法园上的人们就热融于体肢球 所以他们也并不是很想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首先你得有足够的国力 对吧 你通电通光 新一化技术低做到一定的地步 还有一些事情就比较特殊 是 其实互联网上的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吐槽说中文的资料少 比较少 你看我本身 我自己的本端也是语言学 然后是 然后研究中文和汉语言学这些东西 我知道一件事是 中文是世界第一大意义 我们世界上说中文的人最多 其次在说英语的人最多 这是违反了大家的经验的 世界上百十二十六的人说中文 有中国人 有东南亚一大堆人 这几年这个数字隐隐要被反朝鲜 跟印度人一起了 印度人口最多 仍然不是英法美这些国家人口多 这是一个反直觉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但你从互联网的内容上来说 是 互联网的内容上说英语是大意义 然后中文是海奇寺的 但是我们想调调葡萄牙语 法语 德语 这些互联网上有多少 其实这件事就已经是一个相对论号的地方 所以这种互联网的语料 也是AR很重要的一个生产资料 对 是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就是沙特 我们都知道沙特的作用 其实就沙特的Farton 作用还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互联网上有沙特的东西很少 对吧 我先不说德法为什么没有 这个我也会有点奇怪 但是法国有 法国有bloom big science在法国的 严格意义上不是法国的 但big science 是在法国的超市中心做出的bloom 这款前一幕才做的bloom 然后其他国家就是你会发现 俄网斯自己的互联网的数据多 很难去做出自己的这个 我听说的是俄语的资料也很多 就是在互联网的话 应该并没有 俄语的那种 我听说是俄语那种很多 对 但是我们国家来说 那很可能在一个不是那么就是 暴胜的这种国家 就是 对 我是沙特应该没什么 首先族群的意志对这件事很可能 就是一个事情 包括俄网最后的都在 所以他们第一个 第一个优先级可能不是做一个大国情这样 但我们国家的确在 心理科技上已经是世界上 我们不敢说第二吧 不敢说确定是第二 但我们已经在非常多门类里 是有限的是第一 甚至仅次于美国 或者仅次于一两个国家 我们毫无疑问 绝大部分人在前五十 对吧 就是咱们可能很多基础科学 还有点往后 但这些 关键是我们这个明目向上看 我们不向下看 其实不光是数量的问题 还有质量的问题 所以有一个段子是说 你问这边说 肖真空的旧熟的主演是谁 那边回答说是小帅 就是从抖音训练来的 对 中文互联网有非常多这种低质的内容 这种东西 它是不是可能 我把AI所谓教坏了 对吧 你学偏了 对 这件事情是你能 一个 一个与这件事普通也不一样 其实英文互联网也有可能 这样 而且这样就演示量的话 就是AI的是不是会也有种代际关系 就是00后的AI 跟90后的AI 他们就是思维习惯跟说话的这种 就会不一样 它会不会这样 比如我就拿90年代的一些资料去训 和拿比如说就是00年流行的 或者是2020年流行的这些语料去训 他们是会有这种代际的很大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会这样 的确会有 因为语言在发展 语言不是一场不变 我不认为说是哪家厂商 但我和他们的工程师沟通的时候 他们用了好多微信公众号 爬出来的东西 然后我们工程师就会提到 还有这个 有这个什么 请看下文啊 编辑可见啊 就是声声声声啪出来 一个二维码链接啊 就会遇上我 对但是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的 严重 就也没有那么的严重 就是我们自己说 如果我们放到一个 把它放到一个环境里去聊 所以你是学语言学的话 你会有感觉到 就是它生成的东西有 这种时代感吗 就我们会 每个时代不同流行语吧 甚至是说话的习惯上 你会从AI生成那种感受到 训练模型是会比较精细的 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都拿掉 你们会觉得什么东西是 市场更高的 经典小说 还是 除了我能说的是 我们比较重视代码以外 其他的 没有经过我们的搜查 害的监控先生们 也许我是不能披露的 但是我们第二个来说就是 其实我们所谓的 惊喜过的数据 也只是把那些什么请看下文啊 什么版权信息啊 什么这些东西 都清洗掉 给它一份格式严整 可能我们从数据的源头 把关会更严 更严一些 我们希望说就是这个 可能跟你想调教出的模型 它长什么样的标准 比如说我们并不想 就从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这家公司自己而言 我们并不想做一个 全知全能的超级智能体 供人类查的点 你问他什么 他什么都知道 有这么多搜索引擎的 我可以现问 不然我可以现搜啊 所以我可能我们自己 希望说 或我们自己跟我们关注 是智能点 就是智能的 就所谓那些智能的 比如说我能够给你三个例子 你能够按照三个 这三个例子 帮我做事情 对吧 所以举一 比如举一反三的能力 就类似于这样 这样的一个 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跟观众智能的部分 而不是人家知识和语言犯事的部分 因为我们并不简单单说 人们一个这样的LLM 大模型 他就是用来和人家最反应 他更好的 他能理解指令和去给出正确的反馈 做这件事情 他不需要那么多知识 我找一个管家 我找一个 就是管家吧 我不需要那个管家 是什么都知道的 我问他一个问题 我问他说 这个巴西的首都是什么 他不需要知道 但是我说 我今天晚上想吃清淡一点 他能够把这件事情去反应过来 所以他学习一些必要的 跟指令相关的一些知识 对 然后他的重点是在于说 你理解这些表达的意思 甚至表达的言外之意 可能重点是这样的方向 我们其实谈谈挺久 关于训练数据这一块 其实刚才我是在想 就像程翔刚才提到的 我们做翻译 过去的方法跟 现在用AI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如果AI它发展下去 会不会我们日常用的很多的东西 其实都要用AI重新思考 然后可能很多的APP 都要用AI重新思考 怎么做 它的整个路径都会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 假设我们的听众 或者我们想要做基础软件 或要去做创业的人 可能就会有些思考 就是我们接下来 在这个AI的时代 下个AI的时代 以前移动互联网时代 我们就赶紧去做移动工程师 去写APP 那今天我们是AI时代 下一步我们能做什么 就是我考量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是 训练数据 谁有训练数据 现在其实只有大厂数据 对吧 然后我们再谈到 这个我们可以撇开再谈 我们在刚才谈到 我们现在有模型 然后提出模型 现在就好像 B原世界跟看元世界两块 B原世界里面 有OpenAI他们提了 Google他们提了 然后看元世界有Facebook他们提了 对吧 这两个 还有一块的话 可能要做生意 就基础架构这块 那就是MyGPU 现在来看也就是 英伟达做的最好 所有人都在为他卖芯片 是 比较狠 就是他们这一代结构 是在2019年就设计好 就是不是不是 就开始立项设计 你说的所谓的 这一代的结构是为 Grace Hooper 为Attention 进行专有加速 这一代是在2019年立项 OK 其实这个历史的事情 我们可以聊聊 包括我们其实可以聊 贝驰就算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也不是在 OpenAI出来之后才 对 他不是AI大火的是吧 你们创业那个时候好像 AI没有这么过 那个时候AI这个领域主要是 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到底是想要聊英伟达 起来的时候 还是聊我们起来 因为NVIDIA在08、09年开始走上坡路 然后他们在更早 更早大概是2000年 就千禧年之后 时间来建立 贝士是在我们这个团队上 2015年决定去做一些AI相关的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从早一点不要 还是从来 我们可以就是按照这个历史时间线 首先是英伟达怎么样 他就是一开始做游戏 对吧 我显法就是游戏 什么时候从纯粹的做游戏 开始有了我们可以做AI了 是他发现的吗 反正英伟达这家公司 一开始搞游戏发家 然后后来对我印象最深的 我一开始我也玩游戏 我是游戏爱好者 所以我买显卡 但后来我显卡买不起了 但不是因为AI啊 你们知道因为什么对吧 区块链 对吧 因为挖矿嘛 买不起了 但是我现在挖矿后来好像没人挖了 我还是买不起 那就是AI 是啊 所以这个故事很神奇 它好像踩中了好多点 所以想 所以这个时间线 时间发展是什么样 就是做AI训练跟区块链的 是有什么样的共通点 然后使得 或者再往前倒 就是这个CPU的这个什么特点 使得这些事情 然后他们开始跟我们游戏玩家来抢硬件了 对 你要做高总数学的好多计算 比如说很多数学计算 数点计算这些相关的事情 那明天最早是做游戏的 3D渲染 然后最最头两代是给世家做 做游戏卡 甚至还有一代做瓷吧 然后说那个我们这些东西跟微软的Direct 这个指定不兼容 跟世家的老大这个道歉 然后这个说我们这个做瓷了 但是我们能不能不退钱 就是贵的钱就破产了 然后世家很宽容的 允许他们不要退钱 所以世家破产了是吧 那这俩事没有 世家是因为被人链给弄瓷的 对 但是这个 这个 但是后来NVIDIA就转向做这个独立的GPU 如果 因为我是在1617年买入了NVIDIA的相关股票 我其实注意到 你其实可以看到 我要看看17年NVIDIA现在是多少钱 这不是现在的重点 但是重点是他们在零几年的股票 你可以看一看 这基本上在一美金就是准的拉击股 下来会波动 然后呢在这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里 NVIDIA都是一个亏损型的科技公司 他在做游戏相关的芯片 并且他的 而且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可能有很大一段时间 不是游戏玩家 而是中国和美国的电视台们 需要用他的芯片去做实时的剪辑和渲染 没错 对 然后所以这个 他们有GeForce这家游戏的产品牵 他们当时间还有Cordia这个产品牵 是主要做电视台的渲染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在电视台下宫 那个时候如果我想快速的完成我的工作 需要给我的师傅带一盒这个冲滑 他允许我上记忆墙仰 然后墙里面会有两块 当时叫做sleep 或者交叉什么交火的这么一个 但后来那个Crossfire是后来才有的 就是说这个两块这个专运渲染的这个显卡 那个显卡 Amedia的显卡 扩落的我才能在24小时之内把我做的样片渲染了 所以那是我打工时的一个经历 但是老黄在更早的时候认为说游戏的市场呢 会到一个天花板 对 然后我们需要去寻找Amedia的下一个强劲的增量点 所以它盯上的是我的GPU本身这个芯片有很强的浮点能力 因为我本身就要渲染这个三维空间的在二维上面一些表现 所以我每秒钟都要做60次大量的浮点计算 那么我为什么不管这个芯片这个能力用去更广泛的这个世界 比如说宝货计算 这个第一性原理 第一性原理 这些我知道听起来都比较都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们统一说就是科学计算 世界是建立在数学之上的 所以他想去做这件事 那他意思是说我们去给科学家去做科研去用 是的 我在读研的时候应该09年的时候实验室里就用Cuda 但是那个东西特别难用 真的特别难用 我学了两遍没学会 09年的时候 那会儿应该是Cuda比较早期 真的特别难用 导致我后来觉得NVIDA这家公司一定是会完蛋的 但是没想到 就是他们尺之以恒不屑的至少一直 因为Cuda的立像应该是从0607年那两年 我一袭击的是立的像 然后在差不多10年的前后 如果你09年的能用上 应该更早一点 我记得10年前后 Cuda被release起来 然后Cuda是在当时就像你说的你的眼光没有错 Cuda这个理点因为这件事几乎差点就破产 几乎差点就破产 因为严重的带累了那几那几代显卡的性能 那个支持Cuda 所以我们都记得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有一家新生公司 叫AMD AMD同时生产CPU和GPU AMD的GPU部门是收购了一家叫ATI的公司 红厂 当时叫红厂和绿厂 当然AMD现在也是红厂 当年的ATI就是因为Cuda 这个AMD搞Cuda喘息了几口 有点机会是吧 才有机会冒着头 但是后来就发现 由于AMD对这个标准和基准的一些掌控能力 ATI露头的这个小小的机会很快的 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抓住 很快的就被被淹没掉 因为芯片这个毕竟不是我做设计 做EBA这些东西做IC就能做得很好的 还有你对机座的利用和工程厂的配合 然后包括这就是一个更大的商业历史上的故事 但是总而言之 这个ATMI给AMD Media靠这件事成为了GPU能力的一致如秀 由于游戏卡对产能的扩张 使得这个成本就快速的降低了 所以很多科学家都开始使用Cuda编程 小敏是比较早期吃螃蟹的人 如果你在那个陆基础上一直坚持 是啊 搞不好是这个领域的太多 可惜了 可惜了 后续等于Google的一币办公室 还有包括像之前提到的几个新的 他们去编写了 就利用这个GPU加速了 一套CNN 然后在当年的几个比较顶级的学术会议上 来到了冠军 然后这就是明星效应 起飞了 然后大家发现 这本来还是比英克尔性价比高太多了 为什么你要用一大堆CPU而搞呢 我儿子那个玩游戏的电脑借我用一种 这就是很多科学家这个开始用Cuda的元气 科学家也许会 我要做计算买了个GPU 回来玩游戏 玩GTA 对 劳逸结合 是的 又能玩GTA 还能做计算 这个这个事太好了 对 那么后续呢就是 但是NVIDIA在肉眼可见的盘生 还是从160开始 在190关键点点开始转发 这是他们股价上的盘生 所以也就是当他们刚开始进入这个科学计算领域 就是AI甚至都没有那么的风头震惊 对吧 这个2012年的科技市场 大家谈的是中国谈的那些美团 这个美国谈的是社交网络 对吧 类似于这些地方 那么在这个整体的上 就是这些O2O啊 什么这个整个科技的领域的浪潮之下呢 其实有还有很多其他的科学计算软件在使用上 就是分工医学LAMPS这个化学的尽管演算软件 MASK 这些都偏向研究院 对 有限员计算 福音或者工业领域 但肯定这些东西也是 它的规模和游戏玩家比起来的 每一个市场都非常小 这个领域有一个巨头叫ANSAS 然后我们一起策划 他们当年我研究他们的时候是2020年 然后他们的实质大概在400亿 然后他们好像有200款软件上小时不到 也就是每个软件两个一拼出来 对 所以这个市场虽然很细虽很分散 但是由于他们都要到数学 数学是个大事 所以Media的第二条腿就站住 从而拥有了Tesla这个品牌的成品线 刚才我提到有Poro 后来被演化成了RTX 然后GeForce 然后后来就有了Tesla Tesla这个你看我们的显卡都是带风扇的 对吧带风扇的 然后可以插在这个游戏电脑上玩 然后Tesla的卡同样的核心 卖的价格是GeForce领域的三四倍 然后它的核心就是第一 我带ECC的显存 然后后来就生成了HBM 就是我虽然计算核心一样 但我的显存没光更快 读取数据的品质会更高 然后数据带有强移动交错 然后我没有风扇 玩家是没有办法买一块 8万块钱芯片插自己家 比如A100 H100 你插自己家会烧的 你得改成水冷 所以那个专门 数据用心 数据用心去冷却 去冷却 直接就只给你一个驴片 然后上边就是风道 其实理论上我觉得 除了显存以外 但造价什么还挺低了 然后价格是四五倍 这就成了NVIDIA高利润的来源 明白 所以说老黄高法好嘛 说这边就是一个 比如GeForce 4090这款卡 玩家还觉得好贵 真便宜 如果你是工业界的话 我觉得真便宜 因为4090有一个48GB的版本 叫6000 ADA 6000 ADA现在实价是8万 只多24GB显存 哪里能买到 带宽到一点 还能买到吗 现在被禁掉了 但是水货市场还有一些 但是即使你在合法购买的时候 你也会想不就是个4090了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 就是刚才小主说的 为什么买不到显卡 因为显卡不是太贵 真的 因为显卡 因为游戏卡不贵 相反 就因为它太便宜了 所以工业端会大量购买 嗯 然后用来进行这个更挣钱的工业计算 就是在正常上 你们觉得贵是因为它是一个家庭的消耗品 是的 但这个东西在别人眼里是便宜的生产资料 为什么我不买 然后导致我们就要买买不到了 对 或者就是也就是只能说我们 我们说人类这个群体是向上的 或者是你说土利的就是为了挣钱 但是如果我们是向上的说我们认为 从事生产的物品应该卖的比 从事娱乐的东西卖的更高 不知道在中国是这个 嗯 当然这不一定对 然后我们拉回来说的话 就是等到2015年 我小敏是2011年12年 2012年 对 开始当同事 对吧 我们这个在一家叫Evos的公司 嗯 去做一款叫买卖书签Delicious的这么一个应用 它是当时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 知识途谱的 基于知识途谱的这个社交流 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链接和内容 并且帮他们打上标签 互联网上的Tag这个行为和功能 就是它最早采用的 Web2.0 对 它里面拥有大量的知识 嗯 后来呢我们小敏没有继续当同事的 原因是这个公司被我们的美国老板卖掉 哈哈 我们这个team的几个人呢 就想我们还想去做这些事情 嗯 但是当时也觉得说因为中国当时的金融手条 已经有 已经逐渐的在2015 16年 开始变得如日中天 并且有一定的商业规模啊 所以我们用同样的 嗯 AI和算法去驱动内容的分发 已经变成了不现实 所以当年我们本来想去做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 读取大量这个网页和书签 通过推荐和主动搜索的方式 来使用互联网上的内容片段来回答你的问题 比如说你如何如何做一块水路肉 那么我们可能会精确的抽取网上的一段内容来对自己的回答 我今天看来就是小红书 对是的 对 当然因为这件事没有我们做起来 因为当时可能 呃 从外部的经济环境啊 再到这个 呃 系统是非常棒的 你们有没有想法把它拿出来去对社会上的工业企业进行出物 嗯 这是当时给我们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呃 呃 天然劝吃饱饭吧 当时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这件事获得了天使投资 后来就有了现在的open base 嗯 这是我们的启动 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想练一个单 但是被人看中的是练单路 嗯 所以我们就开始帮助很多像意外啊 像这个港口啊 像这个做这个这个大学的一些工业基础科研啊 去包括电视台做他们的呃 一些基础分支上的人工智能的应用 包括在电视上面识别一些物品 帮助他们自动化推出广告 然后帮助这个医疗方面的医疗机构和医院去针对医疗影像和病例 来提出这个诊断的一些建议 那时候还是很流行就是哪个场景就用一个专用的AI来做 因为大家当时也是不可想象嘛 说几个billion的这样的一个参数规模 2019年的时候 其实包括甚至大语言模型那件事 就是把Google的所有的这个技术用于这个做一个比较大参数的模型 这件事本身第一步也是Google做 Google当年做了一个叫做bort的大语言模型 然后我们当年称号找NVIDIA买了一台DGX1 我们拿到就是就是华盛勋先生送给OPI那个那台同类型的信号 我们应该是中国前几个购买的 然后我们第一反应是老个花一百多万 二十万美金买了一台设备 居然装不下一个bort 这个这个厂商是疯了嘛 对吧就是当时说的是Google真有钱 现在想一想 Google之所以在一开始没有足够的就是没有更早的干掉OpenAI 或者OpenAI抄在前面 主要是因为Google在这个路径上不够疯狂 这投的钱不够多 不够疯狂 就我们自己觉得是不够疯狂 就是你能想象说你要赌这个东西一定有更大规模的参数 它就有更大规模的智能 其实那时候的就是说我给医院去做一个AI的话 它代表多少个参数规模 我那个时候不谈参数规模 有个多少层的神经网络 有多少个神经网络 基本上几百个 你要不参数规模 几千就最多就几千 那不可想象现在这种高了好几个 用b来计算 多少多少b来计算 b中间还隔着m呢 对吧m级别 GP也不是头一天就说有GP1 GP2对吧 就是你很难想象跟你的股东或者你的资方提议说 今天我没有干出智能 只是因为我没有搞出几千万美金 或者一亿美金把它砸进去 你的股东会反问你 你已经砸了三回了 一次比一次都是指数几个 你上次砸了一个几千个的 你这次砸了一个 砸了一个几百万的 下次你砸了一个十亿的 你先跟我说要几千亿的参数规模 对吧或者 当然他们可能不知道参数规模 他们只是看钱对吧 你现在跟我说就是即使是在Google 因为我当时是看哪个科学家的故事 说保险因为这两天有点发烧有点糊度 很多细节记得不是很好 当年去Google说跟Google 我们要八百块比一百 Google是要直接审批到那个配置的层 就我开机实验我要八百块一百 现在你想想不就一百块这一层服务器 对吧 当然你再想一下 一台设备是小二十万美金 对吧 乘一百对吧 那就是差不多两千万美金 也就是大概一个多亿 对吧 如果我做一个实验要一个多亿 可能能达成功 有失败的可能性 只有OpenAI的坚定的把这些机枪 已经砸到了最后 那我只能那么说 那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护入OpenAI的疯狂 但是这个疯狂不一定是连行的 这听起来就是当时做这个决定 你就很匪夷所思 就好像说我要做 我每天我要做三本练习册 然后另外一个许霸说我要做十本 然后突然有人说我要吃掉整个一刷厂 我要做一万本 就比如说不可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你怎么会想到突然间这么大 然后他这么多倍的之后 他真的代表一个质变吗 对吧 他是因为有一个理论支持 他才去这样 这个事情就是只能大家各说各话 我刚刚提到了 在事后看来 我们人哪有三十一十多元 这件事我早就跟我们的公司讲 我说很多事情就是规模的原因 我跟公司经常讲规模和规模 就是我是传言公司商业模式 还是技术一对 很多时候都是规模上越过了一个边际 这个才能带来对应的效应 但是我还认为 就是第一个卖过那个卖过去那个规模 并且取得成功的人是最可敬的 因为他把路径画出来 其他人只是延长他的路径走 对吧 这个关键是第一个的时候 他需要的不仅仅是资源 因为有资源的人很多 一旦他摊开了无数人 拿着资源就往里充了 但是第一个方式要承担的是一个风险 是我把这个资源扔进去了 可能是干的 有一种就是 比如做开水白菜 第一个做这个菜 人会怎么想到 我把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全都放在开水里 花那么多钱 然后我就煮出来这锅汤 就会变得那么好喝 他的风险很大 而且 对 而且第一个 现在回头看来说 第一个人承担的压力也最大 比如说GPX13.5 我们讨论是OPI的成功 我们想一想 这个工程师在论文里说的 就发了有点心思 我们已经发现这种错误 但我们没有钱从来一样 GPT ChadGPT 和GP3.5用的基座是一套 对吧 那么基本上说 ChadGPT 在3的这个级别上面 它已经有一个基座模型了 它对基座模型进行指令维调 做SFT和RHF 就是强化学习 和这个这个 教他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这个过程其实是 我觉得这个对方应该 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一个状态 你知道这个模型基座 应该有一定的能力 但你还不知道怎么样 让他去为人们去做这个事情 并且我们没有钱再来一遍 对吧 当然你肯定后来说 他找到了费工爸爸和微软 让盖茨去 盖茨给他们立个题 说如果你在是医疗这个领域 还是第二个领域 证明他能够的确决解决一些事情 微软能够给你的自然的支持 盖茨已经从微软推那么多点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盖茨推微软 还有一定掌控能力的 那是 那是 不是一个大的股东了 但是我们调法说 OpenAI如果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得问自己 如果OpenAI在3的时候就放弃了 因为3没有那么邪乎 也就是一个能续写的模型 只是能续写一下小作文 而且 所谓的这后来我们去 去人类给他赋予的东西 什么涌先啊智能啊 那会儿其实都没有看到 那会儿我们只是看到了他 能够去 续写我孩子的诺文 你花几千万文章 花几千万美金 只是为了给小学同学写作业吗 对吧 然后呢 后面这将近不到两年的时间 大家去做指令微调 做强化学习 去把这个能力引出来的过程 我相信是比较煎熬的 后续只有这个东西才有 足以一切代价的去搞这个意思啊 才有这个OpenAI的盈利性机制 非这个盈利性的这个和微软的条约啊 商业化这些可能性 也才有其他人不断的往前去 就是才往前去跟进和突进这件事 在这个门槛迈过来之前 其实大家都是不敢去读的 对吧 然后在就是包括VIT也是 VIT也是一个有初步写简单的 我们说不能算涌现能力吧 就是说能够在分割和检测问题上做的最好的 这么一个视频模型 饥饿贪身的小模型也有啥 大家也把它调出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骚踏的能力 但是说我们朝着一个千亿规模的大模型 论证规模最智能的意义的时候 那么OpenAI毫无疑问的第一个最有资源 同时也是最有勇气 以整个团队的意志做成了这件事 这才是他们最重要的敬佩的事情 因为我想到一个不太恰当的 比如就像最近江西那个事情 就是什么人会花10万块钱买赞票 这也是非常非常的恰当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是的就是这样的 太恰当了 OpenAI毫无疑问的 就是10万块钱买的中两个一层票的这种股市 但是他们可能最为笃定 就是你其实不太能理解说 从外人的眼光是很难去想的 对吧这个事情 包括现在甭管总是会大潮弄了这么多 可能等到很多年以后 甭管是三猫他们 还是伊利亚去写个回忆录 我们可能才能看到 当年他们在这个阶段上是怎样的决心 去把这件事能顶过来 对吧 虽然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工具 甚至第一个大工程都是谷歌做 但谷歌没有持续性的 就是在谷了之后再搞大个东西 而且工程师们 当我们自己做一些 就我们不是说我们做这个大工型 我们做一些这个规模比较大的使用的时候 我们同事都会觉得 工程师的这个最基础的这种这种感觉 都幽默出 不知道你能不能即使有这种感动心理 我会我会对我们这些工事去 去这个讨论问题的时候 被他们说这件事这么实现不优雅 我想的确写C告诉人 用一个很小的程序 在很弱的用件上跑得很快 这是工程师所追求的优雅 工程师不追求 我们现在一个笨子子拉大东西 在好几千 好几就是 好几万台设备上一块跑 大力出气 大力出气 对吧 这种事大家会觉得好阿格里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 很值得探讨的事情 所以工程师理想注意者反而赚不到钱 因为我们就说到工程师的话 就可以继续去聊 就是在现在我们感觉说 到了一个所谓AI的时代 那工程师包括普通人 我们在这个时代下 大家很多最近看到有一些觉得 AI要取代的工程师 对我们的工作 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觉得 AI要努力人类之类的 对 这个话题我觉得 我昨天在听内阁恐慌的时候 他们讲AI 我觉得有一个case讲的特别特别棒 因为AI里边有个概念叫图灵测试嘛 所谓图灵测试就是 当你跟一个 你没看到那个人在对话的时候 你到底能不能判别他是人还不是人 如果你没法判别 那对面这个智能体可能就通过了图灵测试 它就是一个 可能我们定义一下的智能体 这是对话嘛 人是有情感的 你能知道他到底是人还不是人 其实这还挺难通过的 所以一直在 以这个为边界 可是我们放到程序这个圈子里来看 你让AI写了一个 不好意思 我拿前端来举例 你让AI写了一个前端界面 你让AI写了一个前端界面 和让一个陈轩写的前端界面 然后再让一个用户去看 你觉得用户能感受得出来吗 说实话呢 说实话 首先我这个到现在 我个人的角度讲 我并不太认同图灵测试的观念 当然这个是挑战的前千折了 对吧 我们自己经常说被试的三位祖师爷 是图马斯 贝耶斯 埃文 图灵和冯诺依曼先生 对吧 但是这个我自己就没看任何图灵测试 最近的一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GP4在图灵测试中 没有去击败一个很老的AI 因为人们很觉得 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背后的这个东西 他妈我问什么他都知道 都能这么好的回答我 他一定是个人工知道 会这样 然后 但是其实大家在争论这件事 这个这期闻课大家可以查到 但是最近的一个逻辑里面是这样的 大家都忽略了在这个测试里 还有一方是人类 人类通过就是在这个图灵测试 比如100道题里面只有64%的题目 是被人为人为人为人类 就是我对面假如我没干唐晓敏 我跟唐晓敏聊天 我都有一定概率认为 背后其实是一个人类能不能通过图灵 那图灵测试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图灵测试件事的主观性很大 而且他判定标准 他不是一个线性的标准 就是得分越高越好的这种情况 对吧 不是说他越聪明 可能在图灵的那个时候 他设想的就是有一个智商线 我们认为他的智商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他是个人 然后如果他这个言不达意的 那他肯定是一个不是人 他是AI所谓的 但现在的情况是 我如果看弱智吧那些发言 这真的是一个人 机器想不到这么弱智的 不是我的理解是这样 我的理解是对面的人工智能 已经为了能通过图灵测试 而做到了你说的那一点 他能伪装成 他觉得他的目标 目标不是回答所有的问题 他的目标是我要通过这个测试 那我要通过这个测试 我对我就得知道对面这个人是来怎么判断我 他的智商已经超过了 坐在他对面那个人 就是他是有这种 他有任势能力 我觉得可能是 然后这个在衍生的话 就认为这是一种自主意识 他在伪装 没错 他为的是通过这个图灵测试 他不是为了答对你所有的问题 然后我刚才想举这个例子 其实就是也引伸到德福说到的我们的恐慌 尤其是我们觉得我们做程序员呢 我也做了十几年程序 现在虽然不做了 我觉得这个工种 工种可能最后被替代的 但我觉得会来的比较晚 可是我近段时间用GBT写了很多的程序 发现写的比我好 然后甚至写出来的界面 我觉得我可能要花十天 他可能一小时 其实我说对话五分钟就出来了 我完全没法分别 这是我写的还是一个十年经验的人写 还是程序 就这件事情在我的观察下来 就感觉现在可能大家觉得 他还不能完成一个整体型东西 每次我只能给他一个片段 他画出来的东西 每次给他一个片段画出来的东西 他不成体系 可是我觉得这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AI我觉得令人最恐怖的事情 就是他的眼镜 就是前一阵子我跟一个 也是我们之前的Airbus的同事 他叫Alex 可能你跟他 他说他现在最大的恐慌是什么 他认为他是2000年就开始进入到IT领域 经验特别多 然后他最大的恐慌是在于 他过去对于所有的技术 包括互联网时代 包括移动互联网时代 他有预测 他能很好的预测未来五年内 可能是什么样的方向 他可能自己没法做到 因为你能预测 但是不代表你能做到 可是今天他感觉 他没法预测一年后的AI 会是什么样 他完全想象不到 他想象不到一年后的AI 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就没法想象到一年后 AI下的世界会是什么样 我想倒回来讲一下 刚才你说的那个恐慌的两个方面 我觉得他跟就是我在观察小朋友的成长 这个过程很像 就是你说到了 他如果为了通过投影测试去专门做一些事情的话 就是他也许并不真的这么想 但他伪装我自己能通过投影测试 所以这说白的它是一种说谎的能力 说谎是人类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没错 你的恐慌其实来自于说 就是小朋友如果有一天他说谎了 妈妈也会很恐慌 说他怎么说谎了 但我觉得这件事是质别 就是我讲出来的跟我真正想的可能不一样 所以你原来觉得程序是对我坦诚的 开源我圆满都知道 我写了什么代码运行什么东西是一样的 但如果你怀疑他有这样的行为 他并不是真的这样想 但是为了通过测试为了拿高分 他会那么去表达 那他真的想法是什么 你怀疑他在对你有所野烦 他没有真的想法 他只是在预测下一个字 对 但他预判了你的预判 你不知道他这个里面是预判了多少层 他在预测下一个字和预测上 就是在我们在能消化上下文商口是比人有能力 但是如果你理解他的基础基礼的话 你可能不会那么的害怕 但再一个就是小米说的 现在是我可能case by case去解决 我让你写个网页就是网页 他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新的输入去累积 变成了我有记忆有经验 然后因为你的参数规模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没有人类能够去阅读这个东西了 你没有办法去搞清楚他形成了什么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不是他是黑盒的 他可能带来一些你未知的东西 甚至他会对你有危险和威胁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人类的这个 由于我们的神经突出的一些 一些原理上导致 脑科学里面揭示一些基础原理导致 我们人类会短期去高估一些事情 长期去低估一些事情 短期AI就是 阿里克斯可能应该是没有像我这五四五年 一直在前沿推着 所以我们其实自己去搞像MAS 有一些基础的很小的基础细节点 就是很小的基础细节基础上面 我们甚至很多是 就背试一样公司 很多是世界比较领先的 包括编辑器的一些研究 包括球解器的一些研究 然后他们在构建AI 或者提供算法上面是比较领先的 所以我代表我们团队说 我们不太害怕AI明年能干啥 对吧 就是我们现在在 就是我们现在拔电线 有能解决一些问题 有什么叫害怕呢 对吧 这个句话说的特别好 就是你知道看 《亥克帝国》里面 我其实别人有很喜欢很多的 很多话嘛 我最喜欢那个对话是这样的 我忘了那个 反正有个人跟Neo说嘛 那个人问Neo 到底什么叫控制 就What is control 然后Neo说了一句话 其实在我理解下 控制就是当我想把这个 你继续关掉 我能关掉它 那你要想这样的事 如果你信教的话 你会终身能讨论一件事 就是你的意识是你的意识吗 还是上帝让你讲的 什么是福利的意识 自由意识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是我们对短期的 就是 这就是所谓控制那件事 但是我从短期的时候而言 AI不会对我们的人生和世界 用来太大的改变 三五年之后 很多人做的重塑工作 会变得轻松 很多工作会变得有效 这就是AI带来了正面的现象 就是如果大家一定要说 但是我 我从另外一个立场上讲 我是一个人箭 以前日本清华是有汉箭 现在追击入侵探机的时候 我会是一个人箭 我就跟大家 或者他们把这事叫探箭 探机成功的间谍 我想的很明确 就是你和你身体里的 限定体的DNA基因组 跟并完全一样 我们是故事的关系 我们没有限定体就得死 限定体没有我们也得死 但我们不是一套东西 限定体负责帮你消化你的碳碳和合物 没有限定体你吃馒头消化不了 我现在想到这件事恐慌在于 它可不治性很强 它是一个很聪明的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很聪明 一个模型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然后这个人可以很快的被复制 你只要有一个机法 它就可以再部署一个 它是一个聪明的 最好是友善的一个同事 但如果参数更多 我们没有办法更清楚里面的 运作原理的时候 人也可能会发疯 就是你有一个同事 仿制你工还杂过好人机 对就是 就如果说我有一百个同事 一百个同事都是同样的脑子 那如果突然也被他疯了 那就很可怕 我们又没有办法去了解他 而这件事情可能会突然间发生 我觉得这不重要 就我觉得这都是一时的 就是那个这个防纤机厂 这个把人的手指头扎穿过 然后这个车床弄死过人 这没影响过说我们把机器就扔掉 对吧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点是机器的应用 对吧 终结点是用机器来生产机器 我们拥有一种叫母鸡的存在 这里面有人命 有人的手指头脚指头 这个肢解 我们没有把机器扔掉 所以我们现在开机车 坐飞机 你去美国不用游泳 跨过太平洋 对吧 这是我们人类智慧的象征 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工具 它是用类似于智能体的东西 它的增长很快 对吧 它下围棋的时候 英国人的时候我没有害怕过 对 我倒是觉得 不会因为它的能力很强去恐慌 那你现在 因为你现在的情况就是 因为你是engineer出身的 你跑马拉松 你跑那个手术拖拉机吗 对 你的体力上就已经早就落后了 所以你在智力上 得福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现在这种恐慌是一种本我意识 因为你是一个engineer 你学AI智慧 如果你是一下为奇的 你想过吗 如果你是一个国家 就要平了 对吧 只是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东西 在你身上要发生的 你才敢有个狂犯的 你才思考这件事 这就我还是在 就可能阿尔法利之前那个阶段的 我还是交流期 没有哥们就跟我一块下围棋 哥们现在是职业期 找人去期愿的 人就说一句话 我的职业生涯 因为这个事 我职业生涯完了 现在来到围棋边的小孩 变少了 少了一半 没有人再愿意学围棋了 大家知道 围棋不再是皇冠了 然后我问他你怎么想 怎么想 国际相机的教练怎么想 你就怎么想 当年还有深蓝 对不对 对吧 哈格里夫斯还发明过这个防制机 这我想就是 你下围棋这件事 你并不是因为说 已经被机器终结了 它就没有意义了 我还是去那个例子 你也跑不过赛车 你也跑不过马达 就我们运奥运会也不办了吗 对 关键是这样的 我觉得德福的恐慌 就像你说的恐慌 他不恐慌在 嗯 就是 这个机器比我厉害 而在于他可能替代我的工作 嗯 他可能会 程翰在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因为我觉得围棋啊 包括马拉松啊 这些事情 他存在的意思是在于人要观察竞争 人喜欢别人竞争 所以我要 既然有人去观赏你 那就需要有人去对抗 嗯 那这种对抗是人类喜欢的东西 我们就是在于人脑和人脑去竞赛嘛 或者说我开手动挡的车 我就喜欢驾驶的乐趣 我喜欢换挡 就是麻烦 这是我本身一个带给我的乐趣的东西 对 他不是因为换代被淘汰 对 那你想过骑正车 骑正车上班人的心理吗 对 要有环法大赛 你就觉得你那么去练 大腿肌肉练那么粗 你徐航能到多少 70 80 那我开特斯拉一小鸣门就上去了 那你这有什么意义呢 你练骑自行车 有的是比这个快的交通工具 对吧 对 我知道这种恐慌事实是来自于什么 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怕老虎给我们钱 我打不过老虎 对吧 你像我这样一身肥肉的家伙 我可能连我们家门口的狗都打不过 我害怕 因为我是会用这个工具 对吧 不会去创造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去聊 好像创造的特权都被剥夺了 对 没错 对吧 没错就是刚才跟下面说 我怕他有欺骗我西部世界那种 他表面做那套是不是他真正那套 他背后有没有别的可能的小心子 他有没有可能在他的学习和训练过程中 他发现有一些逻辑是应该在的 但是这个逻辑他起码在现在不应该被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逻辑他在建立 但是这个逻辑他一直没有表达 直到某一天某时候 他突然把积攒的这个逻辑表达出来 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可能 对我觉得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 这就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小心思 然后他现在讲的话他在骗我 对的确so or 那这件事情就 就我觉得核心在哪 核心在 当AI他只是AI 他停留在工具层面的时候 他还不至于超过人 这里的威胁 我觉得恐慌在于用工具的那方面 我不是担心工具本身就是 如果他有背后有小心思的话 他万一偶尔骗了我一次 我又没有办法去分别 我很相信他 就是原来我们的 他拼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原来我们的 我们原来的模式说 我是皇上 我上朝 我说我有一个什么问题 大臣们 你看站来10个 你的提案 我看看你们谁都怎么想 不行 换一个下一个再来10个 但现在呢 只有一个人跟我讲 我问他问题他给我回答 我问他问题他给我回答 这就完全是 就吹整天风了 我只有这唯一的一个东西 那问题在你这 我本来想要一个答案 结果他给了我一个答击 那他会让我觉得 男子多好 我原来觉得 还是做众王好 就所谓监听责民嘛 如果有设计更多人的话 我会感觉他有相互制衡的 我会采达各种的信息 但是这样会让我的信源 变得更单一 我现在我都在怀疑啊 我都不刷抖音 我觉得很危险 他是不是真的在给我一些 刻意的一些东西给到我 你是说刷抖音危险还是 为了 为了你怕这个 因为抖音的问题是会退化你的代码 他是不是缓慢的在以什么方式影响我 我不知道 一定是 一定是 那你想多了 抖音那套算法就是 就是如何让你更多的点广告 如何让你更多的停留 然后刺激你的短期突出 那他不是下毒 他是给你放糖 他就一直不要钱的给你往里放糖 工业唐精 我觉得这样 工业唐精的这种担忧 咱们不在今天讨论 那不是真正的AI 对吧 但是如果你要想谈AGI 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是这样 就说 矽级智能最大的问题是 它是可以skill的 就如果我们已经论证了规模 对这件事有意义 我们不能拿电线和网线 把我们这屋子里的三个人脑子连起来 但是矽级可以 所以这件事已经无可挽回了 除非今天我们就是普京大币行去年说了一句话 如果没有俄罗斯要世界干什么 然后说有核武器威胁 除非今天我们打上世界大战 拿核弹把我们都送回原核之代 我们拿木头之子打架 否则归机和探机这件事就没有什么可谈的 就是到底是50年70年还是80年 20年内他会成为你的第二大脑 second brand second brand的意思是 你会发现我寒窗苦读仍然有价值 因为我要锻炼我的大脑去思考 我才能更好去掌控这个模型 我观测到一个现象是 这个社会对大模型是两极化的 一般外吵这东西交来会无所不能 一方面觉得这他妈东西有什么用 连给领导写个材料都不行 你会发现这事跟人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 你给什么样的指令 给我们家畜厂写一篇发言稿 大哥我都不知道你家畜厂想说啥 发言稿能说什么呢 就是你会发现写一篇论文 用原来能写出好论文的人能写出更漂亮的 原来写不出论文的人仍然写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能你会不会做实验 你会不会去清晰的表达自己的逻辑 你会不会把这个图表生成的很漂亮 这件事可能AI能帮助 就是现在的AGI能帮助你去打理很多事情 让你60分的水平看起来像80分 但他绝对做不到一点 所以大家在从一个高水平的乙方 进化为一个高水平的甲方 是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成 就是对AI清晰的发出指令 并且发现他说的不对的地方 帮助他修改从而到你想要的节目 我们当年都用过手术引擎 会用的人不多 其实搜刷引擎是有技巧的 对吧 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种你在学习怎么样 大模型也是有技巧的 我能用模型做的东西 就比我一些其他身边的朋友要多 因为我知道 比如说我跟刚才step by step 第一步把大象 他就会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的朋友们 能不能把大象方便向你 模型风附你 或者放在一句外形 然后我会跟他说 首先把大象分冰箱需要几步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 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 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 他会给你指发 第二步有点问题 我们从那把大象的鼻子切下来 大象的耳朵折上 都放进去 那他的 你让他一步一步的去思考 对吧 有long chain这样的东西 有外挂向量库这样的东西 有迈接搜索 搜索杀件这样的东西 让你发现会使用工具能量 因为这件事变得 就是如果说AI短期 会给人类带来什么那些 短期带来的威胁是 它会加剧人类社会的激化 没错 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人和狗都大 也就是说有些人 他们还是要学会大脑思考 然后另外一些人 他们就学会说 我跟我的第二大脑去沟通交流 思考都可以交给他 对 然后在更长的时间里 我们相信他的有没有社会是必然 什么叫智慧 其实这里的智慧的定义 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我会觉得是这样的 智慧的定义 就这点事 我说第一 我无法定义智慧 我要坦诚我的 但是第二点事 就是我认为智慧的定义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它也不是人类操作出的第一个 我们不能控制的凡人大物 我们人类创造出过 如果你看凯文凯丽的书 科技显到什么 我们创造出政治体 国家和国家联合国 对吧 你看看五常在联合国天天发生什么 你可以意识到 政治不是人类能控制的 不是我一个人能控制 不是一个族群能控制 经济大家不能控制 每多少年就有人实验 就有人负的有有 有的人马路边要饭 对吧 经济总是搞不圆 有地图和膨胀有地图和紧缩 对吧 然后就是 即使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 我们会看到它的内部的一些 钞票啊 这个发行啊 然后债务啊 问题 包括我们国内自己的一些 经济情况 经济环境 就是经济也是一个 我们不能控制出来的东西 对吧 经济和政治都是我们创造 作为我们不能控制的体系 它操纵每一个个体 多一个科技咋了 对吧 对吧 技术累到现在 累出一个AGI咋了 不是什么大事 我们应该去受投降 再来的数据 因为你的年纪其实有这个问题 如果你还是十几岁的时候 你会很高兴 但是你如果已经三十多岁了 你是开始有些习惯性抵触这个世界改变 尤其是这个世界的底层 如果发生海变的话 你会 人的惯性比较 你会觉得不安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任何一个在我十几岁时发生的东西 都是革命性的东西 在我三十岁发生的 也不是 在我二十几岁之前发生的 所有东西应该是 就本来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 对吧 三十岁到四十岁之前发生的东西 就是一些革命性的东西 在之后的东西就是 已经看到 看你毁灭人类 这个 这个 不是好东西的东西 那我们这一桌上有二十岁的 也有四十岁的 但已经是六十多岁 对吧 就是当我们去看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无非就是说 我们的职业不是围棋 不是国际现象棋 是的 对吧 甚至我们不是仿制女工 就这么简单 对吧 如果我们恐惧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会意识到 如果你意识到二十岁起来了 一样躺平 一样就换个买 换个营生 对吧 你现在看看那个 国际相机怎么瞎的 一人带开电脑 我跟国际相机一块瞎 都这样 国际相机那个程序都是标准的 他给你三部 你选一个 以前都是你自己下棋 他现在你现在做ABC选择题 谁选择题做的好 你说国际相机已经毁了 他没有任何尊严 对吧 中国相机好像没有人搞 对吧 我也不想搞 我不想摧毁到我 这个养老的时候的唯一乐趣 对吧 但是围棋就是这样 围棋现在就怎么样了 大家就是 韩国那个一个选手 上 这个下棋的时候 多上三次洗手间 就会被 被人认为他在洗手间 就藏了手机 回去再论了AI了 然后现在大家活的时候 何杰也在直播间里摔过桌子 说妈的 大家现在不就是 比谁下的架杨压吗 他们那个 就是下围棋这件事 也变得没有什么随忍 那现在接下来不就是 你代码谁写更好 废话人 那是人规及的语言 你探极的脑子就是不如人家好 所以这围棋以后 就下场表演赛可以 然后以后程序员可能就 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就我们这代码 就是纯程序员手工操作的 大家观赏一下就好 但你可以想你变成了架构时 比如说我的二号二号二号人 通响 通响是一个非常 他是我们公司的keeler 我们公司的荷兰 我们在任何一个 我们决定要躺进去的心领域的时候 都决定优先投放的通响先生 就是他是全战 他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搭建得很好 我也以后很高兴 他觉得我有20多个的通响 对吧 就是他变成了一个架构式 那可能每一个engineer都最终会变成一个架构式 对吧 你学会发正确的时间 我觉得现在大家 你要这么想的话 你会抱怨的AI还差太远了 不就写上能带着码吗 我让你一个app 你能直接给我编译了成家吗 那不像是变成的架构式 像是变成产品经理的 别人都是产品经理的 快做了 这话我觉得遭进了多少互联名思 所以这种事是我自己觉得说 大家去成为更好的决策 这件事其实是对整个行业发展有利的 你会发现优秀的产品工具有很多 对吧 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包衡了 那软件行业 可是现在产能已经过剩了 产能过剩远是内卷的结果 你去看看有没有 就是现在还有没有人在做CISF 没有吧 对吧 大家会觉得产能过剩是应该爱不太多了 大家的注意力有限 大家牺牲不过来 是因为没有比TICTALK更好秀的 对吧 当然这个游戏当然大家要换你的号 这个游戏大家就是谁占据你更多的注意力时间 对吧 那可能我们的大脑就到这了 但是那些 就我会觉得并不是上产力过剩了 我会觉得现在是鱼饿至死的时代 就是我觉得 美丽星世界 现在我现在我是为AI 就是这一代JDT 这一代指导所高兴那一代 我至少发 至少我的感受是 不止中外互联网 整个互联网的质量 都比我和小女郎同事那些年 瞎见太多了 没有 没有个人博客 博客来说 对就没有 就是即使海外博客多又怎么样 你搜到其实色情不错 等等 我那天搜Ruby还是什么 发现第一排名第一是一个黄色视频 说人家写Ruby的女朋友 我都疯了 我觉得 就 这段可能被掐了别多 对吧 我那种感受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 但是不如说色情还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性 对就是娱乐至死 就是说你去找到你想要做的生产力性的内容 和你要学习的知识在互联网上 尽管是原来多的 但你获取它的成本内容 嗯 对我在想 我觉得我们过去所有的技术 能不能这样总结 我们过去很多的技术的突破 其实是扩充了人类对于知识 或者说认知的一个边界 是 那今天AI 我们 它能帮助我们去探索宇宙吗 它能帮我们探索 就是它 它已经能做很多事了 我说一个负面一点的事情 我们的一些消息显示是 就是这个 OpenAI在对齐 就GPT 包括GPT在对齐的时候 他们其实发现了 比如说 三国性能去提供很多 廉价的化学品的生存方法 没错 这种化学品可能是DRAGS 就可能是毒品 上有内药物 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在家 就能搞啊 普遍内药物 人人都是剧品毒师 想一想 这个是很内神的 但是如果人人都是旁边家 对吧 把整个互联网上有用的知识 压缩一个小东西在你的身边 能够给你随去调用 这件事绝对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 那一定也是个双人节 对吧 我举个例子就是 假设有一天我们需要去殖民火星 我们需要去进行星际的这种扩张的时候 我们想 我非常喜欢看一本书叫那个星 不是叫星际三月 叫那个火星救援 叫马尔天 然后我觉得那本书名的应该叫孙宁在火星 他讲了一个综合 管鸟吗 一个一个综合性 综合性能力超强的 那就是有共同事 被扔在火星上绝对出现了 他用了很多知识 比如说粪便不能直接攻火灯 要先发酵 然后和土混合 对吧 类似这种东西 你会发现 人类去扩张是需要先充有足够高的素质 要么以及有足够多的人数 那么宇宙航行在这件事上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说你很爱有多多人数 那你要做任何足够高的素质 那我们的脑子就 我现在讲过来了 我们脑子只有三十亿是那个 你的注意力其实是有限的 你能知道知识是有限的 那么也许会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一直想对带出去的时候 顺便带着一个AI去 那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人类的所有知识 他是可以突破三十亿的 本人是觉得上天是封死的 对也不是 反正我们至少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化 有足够多的理论表明 我们比米安得恶人钱 对我们是智人这一代 但是我们现在比当年的时间头大一些 对吧 所以那我们去看这件事你是怎么样 如果你考虑的是 我们就只有这二十亿人要分享一个地球 就只有这五十亿人要分享一个地球 对吧 然后七十亿人 然后以后 七十亿人 然后我们要去争夺很多东西 然后AI会去 就是你是以一个内卷的逻辑来思考 还是以一个外展的逻辑去思考 对吧 那如果你去想是外展的时候 这个逻辑吧 你会想 你会高高兴什么 主动权给AI 因为我跟我们的AI的culture 好歹能对话吧 你跟那个二十万光年之外 一个星球上 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 对话是什么 甚至没准说实话 没准你过前 你发现我们跟AI 都是一个物种的威胁 对 对 很难想象这个事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到一个外星 动力管的外星球上 你发现你七十亿人 你怎么办 对吧 所以当你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是你的帮手 他在帮手 我是他的帮手也行吗 也可以 对吧 还是有话 现立体跟你谁是谁帮手 反正那谁也离开谁 对吧 他也不需要思考 对吧 你不好说 你需不需要思考 就是也许他能够进行一些 本来就不在你的 在东方的思考 对吧 那你作为一个人类 人类现在的其实就是 如果AI真的演变到了明天了 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变得不受替代 对吧 所以我是人间 我们这个就属于那种 就是说 你别说我把人类当奴隶去看 就是说现在目前看 AI和人 就已经共生过 他会在这种宏观的一些齿路上去 所以最终他会在更宏观的一个齿路上去 我是不是觉得我们非要做的不可替代 就是说我怎么还能活得开心 在那个背景下 我觉得像三高朋克那个 你不是活得那么开心吗 但是你如果还是生活状态是很好的 因为像黑色帝国就讲你要选那种 蓝色要网还是红色要网 对 但是如果你在 肯定会有很多人会觉得我哪怕生活在虚假的地方 但是我一辈子都很开心 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是的 再说就是开心这种事 也有人选的发生物也很开心 尽管我不这样 你不喜欢那种脸下的 不是 我说实话 我不喜欢被控制的感觉 对 他让我快乐同时也让我难受 我最近有一个想法 特别是对于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里面是人工智能 他为了电能 所以让 控制了所有的人类变成生物造能 对吧 生物能 来发电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 每个大脑就是 就是在造电 只不过我们 造的是数据 对我们把这些数据造出来 或者说我们的贪婪 我们的欲望这些东西 其实 是被更上层的一些人给利用了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没有太多自由 嗯 我们不断的被这种东西给自由去做一些 比如我们现在每天工作去赚钱 然后花的很多钱 其实是为满满满足这个大脑里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 其实是被上层人造出来的 嗯 他在驱动我们不断的往前走 因为我们跟躺在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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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生命池子池水里边 脑子接那个电能没区别 就是大脑很重要 这件事是大脑想出来的 对我们每天都在满足大脑里的那些东西 但那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真的想要的 还是被别人灌进来的 你是你知识的 你是你所收取的所有信息的集合 没错 这件事是确定 就是这个哲学概念上 这个人的意识的总和嘛 那 就是 嗯 大家为什么要反共和帮 对吧 就是怕我们人类被集体意识所控制 嗯 而且我们也看到大家这个 对于这种算法推荐的所谓这种信息减法 啊 就有很大的抵触 嗯 对吧 这都是我们身为人的尊严 嗯 对吧 但是 就不管你是不是真的自主选择 但我们希望我们感觉到是我们有的选 而不是完全被安排 对 他可能有一天会照顾你 让你感到 这也是一个一个一个类似于条件的情况 所以 嗯 其实有人做过这个实验 就是让两个自己对话 然后对话实验足够长 你们看一边说一 一边说 一边都是乱嘛 然后 首先 并不是什么眼神 什么眼 就是 地龟了 就类似于这种事 就是个数学什么事 所以 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AI的进化就离不开 人类什么数据和实际活动 嗯 其次呢 就是他什么时候能进化出手脚 然后在地面上 和人们说一样话和民交流开车去的地方 此外 他至少目前没有什么娱乐趣情 然后就会人需要porn 需要这个测情的这些东西 或者需要打游戏 你显卡 哎呀没有这些东西 他只是去 哎呀拿一份显卡 对吧 就是他现在好像没有没有这些去诉求 所以他暂时还是一个没有freely式的东西 就是他问我叫什么 嗯 和我怎么样 就是所谓自我意识如何去 就是到这一步之前 我们还不用太担心 但是我也认为 早晚有内部 早晚有那天 有那天有内部 你又拉不住 技术基点出现 怎么第一天 你把手剁了 他剁了 美国现在至少人类 这东西是河南基点也行 不是针对中国的制裁 而是谁有我就制裁谁 针对人类 上特别被制裁 就是这个东西只需我没有 不许别的国家有 那你想一想 就是说我们人类还是一种比较内卷的生活法 我们用可像AI投降 我也不一样 美国投降 对吧 说那我们至少先要造主 对吧 要是有一天必须AI奴役人类 我决定得是我的AI奴役人类 不是你的AI奴役我 对不对 太好了 这一期聊得太开心了 对对 今天聊得很久了 而且跟上一期完全不一样 那我修正一下上期的那个 就是讲到直编者 就是有一个小说 他讲说人类的 就是人类是外星人放牧的一个牧场 他们是为了收割人类的大脑 那个小说是遥控写的 哦 也是九州的那个 对 你认为是那个谁 江南 江南 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我们 是不是真的是 刚中知道也好啊 或者我们 还有人说 我们其实就是一段运行的程序 所以我才浦老师常数 这些东西不连续的 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今天我们三个人 三个人都以人的身份 我们没有用任何人工智能的辅助 我们就人跟人去聊天 然后这一个下午过得很开心 这就够了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意义 那如果我们都带了什么第二大脑 我们每个人都让第二大脑去交流 就老师说 你怎么脑子没大脑子加充电呢 那我不开心 我们想聊天 我没电脑子 我今天 对不起你们先聊 我脑子没电了 今天就说出来 那要这么说的话 今天我就很后悔 刚才我有一十年后悔了 我应该就把GPT带进来 或者一个给我们自己的小算的 那个模型代理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因为比如说我刚才想说 因为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所以当我刚才想说很多掌控的时候 其实我闪不起那些事情的细节 如果这个时候 它能够进行一些补充 其实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很多价值 这是我们可以尝试的 就是下次有东西会录节目 我们再带一个AI一起来 所以就我们所有说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就直接语音 然后转马实实的 然后AI就说你这个说的不对 对 突然间就亮灯了 然后他发了灯话 说我要插一句话 每隔十分钟我来总结一下 目前应该不是这样 目前他不太会主动亮灯 他只会说 我刚才Hinden那个事 你们都不再了解 而告诉你Hinden 当年邀请了Google 微软百度来拍卖自己的公司 主持人Cue一下他 然后他就让他也说一段 对 这挺先锋啊这个事情 我们真可以试一下 把AI揉入到博客 这期嘉宾有一个是GPT 让他来跟我们一起聊 对我们给他去个明顿 是的 下次等我们明年 我们就用你们的小算 好的 我们明年夜份上线了 我们就会给你 你们是现在也在做大模型是吧 然后应用成的 对 我们在 因为我是Silker 那个Silker 可路的开源社区的 一个比较核心的 就是我以前是基金和密货展 所以今年的工作 实在太繁忙了 所以暂时就不再担当那个职务了 然后但是我们在 Silker可路绑单上 仍然不会裂拔 就仍然不会被裂路绑单 但我们能力大概 在到上个月 我们排名是全国立班 所以这个在国内 刚才提到国内搞千亿模型 可能也就十多个吧 十一二个这样的情况 再往下等待 搞的都是7B 14B 最高的可能是34B 所以 在这个过程和逻辑里面 这个我们自己目前 这个零年的主要产品 就会成为这个小算力版 就是我们每次 作为AI for Science的一个平台 给国内的搞人工智能 和科学计算这方面 生活去试诺 然后我们会分一个人版出来 主导这个小算费企业方面的 一个神套 我们把它称之为企业的第二大 A Second Brand of Enterprise 然后这个企业可爱把自己的 什么企业章程啊 历史的定单什么Saint 然后建立一个应用 然后也不用去训练这个模型 就直接有什么事 让模型先查看你也就可以 所以这样 最后再想讨论一个问题 可能可以简短一点 就是淳汉有没有 因为你在AI这个领域待的比较久了嘛 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 甚至给我们在座的一点建议 就是我们下一个时代 除了躺平以外 我们能干嘛 首先我认为AI会 早晚会催不拉球的统治世界 就是咱俩现在就是有点真正 真尖对面呢 早晚确实人家会躺平 但是如果我们想晚一点躺平的话 去干那些和现实社会 和人类社会互动更多的工作 情感 比如说我举个例举一下 比如说帮老板做餐网表这种事 携带买这种事 然后在网上投影响广告这种事 这都是和现实社会产生很少的影响 对吧 搬砖头和桑马路不会被AI提出 对因为可能替代你的成本太高了 他也就是不知道的 做一个偶像就是很难被替代的 我做偶像是很容易被替代的 我搞一群女儿 对但是有人喜欢不同的人吧 也可以有不同的群女 不会有一个人会让所有人都喜欢 我觉得小米就微笑学生那件事情 我认为他低谷是在于 他是标准输入到标准输出 所以这件事情 你能做成是因为你有规模化 你规模足够大 可口可乐 我可以做到两块钱一瓶三块钱一瓶 因为别人没有机会 除非在营销上去做别的什么东西 但是销售策没有办法做成标准化的 对吧 那个管理人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时候输入是完全不一样的输入 但我又想要一个统一的输出 这就很消耗人 他不容易被规模化和扩张 然后这里面 因为你付出了很大的管理程度 或者你付出了一些 没有办法以规律总结出来的东西 使得它的所谓的含阶量更高 你有更多的增加空间 但AI有可能去抹平这件事情 就是我虽然面对不同的输入 但我有办法很轻易的做出同一个输出 那如果AI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是不是意味着 那个曲线呢 后面的也不会这么高 所以比如说我做视频 做视频其实大家拍素材各自不一样 然后产出也不一样 那到底哪个能报 不一定 但如果AI有办法能做到 不管你拍什么样 我都有办法输出包团 那这个价值就明显会被降低 那还有爆款吗 如果都是爆款的话 那可能会有新的爆款 就像流行这样 就每年会不同流行趋势 但是这个更连会非常的快 可能每 甚至每一天都会不一样 今天铺天干净都是那个 然后早上大家看着 哈哈哈哈晚上全部神秘疲劳 然后可能当天夜里又出了一个新的 大家都觉得这个好棒 然后可能很快又疲劳 就周期非常快的在轮转 算法和敏决识别到说 这个打开率变低了 马上就生成新的 那个无力破坏王二里面 就有这样的感觉的讲的事情 反正我听完这个建议之后 我觉得我现在手上做的几件事 是还挺值得的 一个是在家学做饭 另外一个是每天在公司抛咖啡 对 做饭咖啡这两件事 AI可能一时半会不会来找我麻烦 就是人的体验的事情 就是帮老板做报表 但是你做的让老板开心 然后老板也开心 你也开心 这事儿不是AI做得到 不一定 你一边说老板做办法 一边夸老板 不然你这个想法真好 我们公司的民意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那你把未来的社会 搞成了一个编布是 就是我这话经常说 我经常把一些公司 比如说皇上和太阶整理系 我说我们不要那样的 对 所以这个 在我们公司喊总 就是在姓氏之后 加总是要扣500块钱 然后就是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 你会发现这个 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会变多 就是你发现 其实有一个优势 也是我们的劣势 就是尽管 机器的吞吐量 对信心经验很大的 人对信心的吞吐量 就不这么大 对 对吧 那么就是 有一些目前 你人类主体的社会性活动 其实一时半会儿 还不是那么宝贝 因为你人参与进去之后 所以他必须是慢慢下来的 如果全是机器对机器 它可以非常快 但是一旦有一个人在里面 大家被迫都要拉到人的这个速度下 我会了解一个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 有时候我会问一些法律工作的人 我觉得你会狂恐问我的律师 我律师是 总部的律师是我的高中很多 然后 不是我命的律所的老大是我的高中很多 然后我会跟他聊一聊 你害怕 我不害怕 我说当然法律 你把所有条款和盘都带下来 so what 我们出去商业谈判的时候 你没纸备 纸备法条就能谈吗 纸备法条律师会 会把事谈崩 想把事谈成的律师 是需要很多情商的 这个情商绝对不是 你夸对方两句 对方就能接受几百万亏损 或者几千万赔偿 对吧 而是你要去 这个 摄索对方的处境 对方的商业底线 然后和你的这个业主进行充分的沟通 在这里面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局面 这里面的很多东西绝不是一个AI能被判例 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说 然后这个时候 我很高兴有一个人能把所有的判例 我一问 只要他别给我胡别乱告 他要是能把所有的判例 给我准确的找出来 哇塞 省我大事 我第一个掏大钱 但是我可能不是那么认为的 我可能不认为 所以就你会发现各行各业 大家对这些事的认知都不太认为 没错 对吧 所以我反而是觉得 如果你觉得在未来的职业商业压力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反而当中更好 因为我自己觉得 至少在未来10到15年 也就是我们亲爱的 在这一年我们到50岁到60岁的这个过程里面 不太可能AI具有自己的主动性意识 就比如说我跟那个侵犯过商业力的人 做法律谈判的时候 AI是很难去比如说调查一下 就是AI能在法律上面给你很多决算知识 但他不会去想了一个招 你要不先去查查他的商务状况 对吧 如果他的商业状况是比较紧急的 可能你一个比较低点才成功 你能解决掉这事 那么非这个可说干什么 这种战略级的决策还是做不出来的 对他不能做战略情况 至少目前我是今天人 好吧 今天我留到这吧 今天我留到这 今天我留到这 OK 感谢收听本期的持续集成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你也可以在微信搜索 持续集成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会定期发布播客文字稿 等更多精彩内容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